大家好,欢迎来到Conny 《世美人情》这一集Podcast。 朋友有时候都会好奇地问我, 你移民了几年了,究竟习惯没有? 其实,数一数下,又真的离开了香港超过三年, 某程度上一定习惯的, 否则怎么可以离开那么久呢? 不如这样吧,这一集跟大家讲一下 我在衣食住行生活各方面, 起台湾和英国的生活体验, 我还有一件事告诉你,就是到今时今日, 还是还没习惯的。 首先,讲住先,香港楼价贵就出名了, 香港人移民了去外地,很快就想买层楼保值, 省点租,不用帮人供楼。 这个心态很普遍,我住了起台湾年多, 英国今天也有两年了。 我认为这个做法很个人, 可能我自己仍然觉得, 我是一个新移民。 对很多地方我都未够熟, 我希望选一个自己真的很喜欢的城市, 才慢慢认真考虑。 而且起我的定义, 买房子不只是自住, 都是一个大的投资。 一说到投资, 就有更多因素,我要去想。 真是人生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不可以轻举妄动。 几个月前,我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方便程度都可以比美香港的。 五分钟可以走到市中心,火车站, 不同类型的超市, 可以看医生,跑迈步。 和我刚刚落脚之前的城市, 就确实是有分别的。 那你问我喜不喜欢, 新鲜感,当然是喜欢的, 都是煮下先啦。 买房子那么贵,要用那么多钱, 我就认为真是要很认真考虑了。 如果一下买错了, 不容易脱手的, 你们说是吗? 起行方面又怎样呢? 有朋友问我, 在台湾有没有开车? 我在台湾我不敢开车, 一来台湾马路上就有很多的机车, 我就真的不是很惯的。 再加上, 我很久也没有开阻态车了, 所以在台湾的年纪,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开车。 那英国又怎样呢? 刚刚说过, 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很方便, 五分钟就去到所有必须要去的地方, 那究竟我需不需要有辆车呢? 我个人就怪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觉得, 一辆车是比一间屋来得重要的人, 小时候已经是这样的了, 每一次我坐入自己的车里, 我就觉得好像已经回了半个家了, 那对我来说, 车的功能就不只是代步了, 那它好像我一个second home, 虽然我不是经常开车, 但是我又觉得我很需要拥有一辆车。 再说,在英国地方那么大, 有辆车去哪里都容易一些, 方便一些。 交通当然也不像香港那么方便, 下街就可以截的士, 而且的士费、火车费都挺贵的。 都是那句, 我先戴上头盔, 这是一个很个人的选择, 我知道我有时的喜好, 又真是怪怪的。 那买东西买衣服又怎样呢? 可能几年迟,高佛的缘故。 这几年我就已经开始习惯了网购了, 无论在香港、台湾、英国, 走少了街买衣服, 而且在香港带过来的羽绒, 怎样都不够英国自己出品来得暖身的。 我记得好像去年, 在减价期间,我就在店铺遇上了一件, 有牌子又长又暖又修身的羽绒, 减价断马,我穿小马嘛, 50磅还有找,又真是挺划的。 题外话说一会儿, 说到网购,我就特别令我想起台湾, 因为在那里, 无论送货或者送货去到便利店自己拿, 我各方面的服务都很准成,快而准。 反而来到英国, 有时候送货的时间, 不是很可靠的。 譬如这样,我就试过很多次了, 明明坐在家里等货到, 谁知道送货的人, 没按门钟,没打电话, 就说我不在家了。 要不就那日子, 要不就扔张卡给我, 叫我自己去邮局拿。 唉,在那一刻, 我是特别想着台湾的。 至于食方面, 就可以分自己煮, 或者在外边吃。 住在英国的朋友, 应该很认同, 比起香港自己煮食的机会, 在英国就多很多了。 一来,在英国吃东西, 没有香港那么方便, 家里不会附近, 就很容易有家茶餐厅。 而且,英国买东西自己煮, 食材很新鲜的, 令人很鼓舞。 好像我上星期, 就去了一间海鲜店, 看到一只, 还在水里面的面包蟹, 他呢, 他的脚子还是硬硬硬硬硬硬, 一公斤, 十磅, 我二话不说, 买了他回家, 立刻叫个朋友来, 加几片姜, 就这样清蒸, 就两个人吃了。 我到现在, 仍然是非常回味, 吃也吃不完那些蟹糕。 就算住在台湾的时候, 家附近也会有咖啡店, Luisa Cafe, 或者饺子店, 八方云集, 另外就是我常常都很挂着的台湾便利店, Family Mark, 为什么? 因为无论你去到多少点, 一下去, 就总会有食物, 可以填饱肚子了。 各类的三文字, 麵包, 麵, 小食, 应有尽有, 非常OK, 台湾经营连锁店的概念, 没得输。 不过这样, 我不是一个很喂食的人, 我不会整天想着香港食物, 就算我最想着的茶餐厅那杯茶酒, 我其实很久已经没喝过了。 这两年, 我住两个城市, 都没有茶餐厅, 所以当然没有茶酒喝。 另外, 我自己在外边吃饭的时候, 通常我会选择西餐多于中餐, 比如午餐, 已经惯了一杯咖啡, 一件三文字, 或者法包, 那我就觉得都很方便, 经济, 还有西餐品质是有保证的。 还有, 我来英国后, 我发现有一杯咖啡, 叫做Catado, 它是Expressio加奶, 小小杯, 但又很strong, 一喝就爱上了。 接着,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家母姐姐这个角色。 相信很多家庭主婦都跟我伸同感受, 特别在香港, 一个家庭有小朋友更甚, 因为通常就是公一份, 妇一份, 家母姐姐这个角色相当重要。 反而来到英国, 大家又好像习惯了, 不会有家母姐姐帮忙, part time我都比较少听。 所以家母很多时, 就两夫妻一脚踢了, 加上煮饭时间又多了, 还没计算, 每次都要接送小朋友, 上学、放学, 都会去不同货外活动, 开车管接送。 我有一阵时都理解到, 24小时7天, 不停疲于奔鸣的感觉。 不过我自己在英国都试过找 part time姐姐来帮忙清洁。 其实呢, 价钱和香港差不多。 当然, 你不可以和香港全职的家母姐姐比较, 但有些辛苦工, 比如抹窗呀, 洗抽油烟机呀, 有时有人帮下手, 你都会舒服一些。 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说了这么久了, 我又离开了香港三年, 究竟我还有什么还没惯呢? 唉, 银行永远是会令我 很容易发敏诊的一件事情, 无论在台湾、 在英国都是一样。 在台湾, 我就用了一间比较本地的银行, 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方便, 每次都要求我要去柜台处理。 大家你们都听过的啦, 在台湾去完银行, 如果你处理的东西, 不是普通入钱拿钱呢? 那去完银行最好, 就在附近走一阵, 或者喝杯咖啡先。 因为你大概半个小时到九个小时左右, 就会收到银行的电话, 总会有点错留, 你要再去多櫃台一次。 另外, 无论我在香港或台湾, 我开银行户口, 很自然就会开一个多种货币的户口, 但是在英国, 我到今时今日, 我都未能开到一个正正式式的美金户口。 我问过很多本地的朋友, 为什么会这样的? 那么难? 他们就说, 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习惯, 住很多外币, 如果我真的要, 那就去考虑一下HSBC。 英国不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吗? 难道我只有一个选择? 在这一刻, 我就特别想念香港的银行体系。 我深深地明白到, 香港为什么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移民也算是人生一件重要的事, 对新生活一个重新的启航, 很多事情要重新适应。 我记得当日, 我仍然在香港, 准备离开, 去台湾的时候呢? 我每一天都敢和自己说, 和自己洗脑, 记得尽量放下所有的东西, 不可以每次和香港比较, 否则我未来的生活, 不会很开心的。 多谢大家收听 Conney 《世美人情》这一集Podcast。 有关移民三年的生活体验, 你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呢? 有的话, 请留言告诉我。 另外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Spotify, Apple Music, Amazon Music, 或者以下的银行, 都可以订阅支持我。 好了,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